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塗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網址3w.naturalhing.com.h 歡迎回來原幕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袁醫生剛才你所說你的工作真的不容易 你平時看的不是一般的症 是要花很多時間、心思去看的 全部都是那些走投無路的疑男雜症 我相信那些病人一定會問你 有沒有醫治過他們這一類型的病 又要醫治多久呢? 又要花多少錢去醫治呢? 大家都可以理解 我想說很多人真的找到我 其實已經試過很多不同的醫療 已經花了很多錢 可能還在借錢來看我 所以他當然一定很心急 希望我們可以治療得好他 所以這些問題我們都會聽到 不會說過後都這麼慢 都會問他 但我通常就解釋給你聽 其實在我們的醫療裏面 其實在我們的醫療裏面 我們不可以說哪一種病 我是醫治過 是成功過 而是一定會治得到 不是的 因為我們的醫病是很個人性的 其實我有沒有醫治過這個病 在我們的醫療裏面 其實不是那麼重要的 所以我常常會問你 其實你曾經醫什麼病多呢? 我簡單來說就是二難雜症 其實說得好像打電話沒說 你問我醫什麼病 其實很難 因為我醫的病 什麼病都醫過 例如從頭頂脫頭髮 或者頭髮 或者毛髮全身都沒有了 包括眉毛、身毛、體毛、陰毛 全部都沒有了 我也是醫治過的 到你整身的由頭到眼、眼眉、眼睛的問題 青光眼、眼炎 或者生眼挑針 不是普通的 生完開了刀 然後又生 開了刀又生 那些 我不是普通病的 青光眼 那些 你不要說白亂象 你想得到那些 鼻膏 鼻鬥炎 鼻敏感 口腔的問題 喉嚨痛 扁桃腺症 那個飛肢 不斷地生飛肢 面部的暗瘡 什麼情況都有 扁桃腺發炎 或者口水腺腫了 或者失了 喉嚨發炎 喉嚨痛 中耳炎 外耳炎 內耳炎 梅耳症症狀 頭暈 換暈症狀 喉嚨方面的臂甲狀線 臂甲狀線高 臂甲狀線低 或者臉包核的問題 甚至乎那些癌症 很多時候鼻影癌 都在喉嚨的鼻蓋上看到 然後到腰背痛 頸椎的問題 肩周炎 進入心臟病 高血壓 血管閉息 先天性的心流 先天性的心化問題 有些腎蚊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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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打裂 不是吐唇 那麼簡單 整個腎蚊症狀 有些腎蚊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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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經常說 醫生 我覺得我胸口很痛 我是沒有心臟病 我試過有幾次發現 既然是他們帶胸圍帶得太緊 按著腎蚊症狀 按摸胸圍那邊是鐵線的 我試過有幾宗是這樣的 他就以為是 當然我都會想一下 心臟病是通常那種感覺不同的 我都知道要是拋疹 拋疹想發作 或者曾經有拋疹 但也都發現 有些腎蚊症狀 在運動上或者工作上 有些腎蚊症狀 有些腎蚊症狀 也有不同的方法處理 拋疹的處理方法 和腎蚊症狀症狀 亦都會不同 好了 到胃 即是胃潰瘍 胃液倒流 胃脹 胃脹 吞不到食物 吃不到食物 胃癌 其實我們有所謂的 幽默螺旋菌 抗生素吃了一輪 接著又腹化 胃酸過多 或者胃症狀 或是胃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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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腹部小腸氣 肝的問題 肝炎 肝癌 胃症狀 肝癌 肝癌 肠抗旘症狀 嚥肌嚏 肝癌 僵症狀 肝癌 肝癌 肚癌 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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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症狀 肝敏感 痴瘡、出血、流血不止、肝裂 肝器官的毛病 子宮頸癌、肌瘤、卵巢的變化 男性肝軟的問題、不矩、性無能 或者有些是痛的,即是膨脹、膏胭的問題、膏胭脹、肛胭發炎、尿道、鼻療科、神的問題、小腸氣 腿方面有些是坐骨神經痛 膝頭的關節炎、腿部方面,扁平足的痛、腳底痛、腳指甲插腳、香港腳 其實你想到醫學書裡面講過什麼病 其實我們都有遇過 我還有想到其他是精神病、自閉症 沒錯,自閉症,現在小朋友很多 精神問題、情緒問題、抑鬱症 其實我可以看很多很多 有些人吸毒、有些人控酒、煙 我都看了三萬多個病 都行醫三十四年 其實我都沒有什麼病是沒看過的 例如MS、重症肌無力、柏根信 抑鬱症肌、腦科等問題、MS、多重症肌 神經硬化等問題 其實你想到我們都有的 為什麼呢? 坦白說,因為大部分的病 其實現時的醫療其實都無法治療 它真是抑鬱症狀 你從來沒有這些 我剛才所說的病在這裡是沒有什麼的 真的沒有什麼的 當然,幸好很多人的身體是自己治療的 他自己有些 給點時間自己都可以處理得到的 但當你一用膝蓋去處理它的時候 本來可以調理自己去自我復原的病 所以這就是我每天在診所裡遇到病人 其實也是的 所以對我來說 我的心態就是一種挑戰 我很開心 每一次有新症來 有新挑戰 因為我肯定我的病人 都是別人說沒得醫的 但是幸好我有四科醫療 還有同學療法 還有自然醫療 還有脊醫 還有中醫 這四大醫療裡面 其實可以這麼說 除了對抗性的醫療之外 其實包括所有主要醫療 即是地球上其他的醫療 當然有其他醫療 例如我們自然醫療 都會包括香薰療法 按摩、水療 其實都很廣泛的 在印度的醫療方面 我也沒有拿到印度醫療專業的牌照 但當然在我的這麼多年來 我們不斷地學習 所以其他很多醫療 我都認識 即是我也有些認識 譬如印度那些飲食的方法 他所做的事 其實都是一種治癒醫療的方法 通常病人都會問 要醫治多久 什麼時候才能痊癒 是的 這件事很多人都 即是他不開口問 我相信他都會想知道 這個很正常的很正確的 當然每個人都希望愈快愈好 包括我在內 是吧 有些人經常說 醫生會患症 我其實 醫生能夠治療病 已經少了 怎麼會患症呢 大部分醫療不到 他不會真的患症 他都控制不到 病人自己 病人是自己好的 只不過你是開條路給他 給他方向 是輔助他 所以好不好是他自己身體決定的 醫生是決定不到的 所以病人問我 正確的答案是 神才會知道你 知道你什麼時候會好 但當然在我們經驗來說 很多問題都需要某段時段 簡單來說 譬如我遇到一些急性的問題 例如喉嚨痛得很厲害 發炎的 這些是一種急性病 不是慢性病 我通常都希望 它24小時會好 我們用療劑都要求這樣 但當然 如果這個病成十幾年 那些病 譬如糖尿病、高血 這個不可能 即是沒有這些藥 即是膝蓋都沒有這些藥 所以這個是需要慢慢去調理的 所以我有一種說法 如果你病了十年 你給殷孕時間 十分之一掛 好掛 應該是很少很少的時間 但是 很多時候視乎是什麼問題 急性的問題 我也是要求很快的 所以有時候 我就會跟他講 我給你這個療劑 你現在喉嚨痛到 是燒烈的痛 刮刮的痛 我給你這個療劑 我可能會給你多一隻 因為始終和我療法的喉嚨 治喉嚨的療劑成約過八隻 是 不容易的 不容易判得很準 那 我在時候 我給你兩隻療劑 但你記住 一隻隻用 你不要兩隻一起用 好了 我說你試一隻 如果是試三、四次 都完全沒有改善 那 可以 即是不行了 即是換另一隻 通常 在這種情況 我都要求幾個小時 應該有些改善 是 那 當然 如果最好 急性病 最好等他一天 24小時 但當然 慢性病 當然不是這樣的 好了 如果我遇到一些急性病 我的要求是 你要幾 一、兩天要好 如果你不好 你要馬上回去 如果好 就一個星期才見你 是 即是 我遇到這些急性病 我通常都是這樣的 當然 有些人發燒 發燒其實是一個 挺尷尬的病 因為發燒是身體醫病的手法 能夠發燒是好事 身體是靠發燒醫病的 但當然 很多人很害怕發燒 經常有人說 發燒會燒壞腦 再重新 再多說一次 全世界沒有發燒會燒壞腦 OK 你是有腦炎 腦炎不需要很高燒 你的腦都會壞 很少燒都會壞 這不是燒的關係 這是腦炎的問題 其實燒是身體 是醫治自己的手法 是整體的抵抗力提升 因為燒到103度 白血球的活動力 食食外來細菌的能力 是最強的 所以在某程度上 我經常都覺得 到底燒應不應該這樣 如果大家是很明白的 不用太緊張 當然我都會用一些療劑 例如身分仔會發燒不開心 不舒服 大人或者照顧他的工人 都很辛苦 我都會覺得 你試一下這個療劑 當然身分仔的療劑 不會很多隻 Palsatella Baladonna 通常半天就會好 所以視乎幾快號 視乎什麼問題 視乎病人的底子 體質是怎樣 如果體質是很弱的時候 有時候你推不到 譬如身分仔的病 是一個雜男 雜女 不想不上學 不能上學 不想見 你當然不會觀察他幾天 你要觀察他長時間 視乎體質 視乎病的性質 如果急性病 是初病 是功能性的病 我們是要求很快的 一天兩天應該可以看到 很多時候 肚射的那些 幾個小時 那裡一吃 都不夠半個小時 不夠五分鐘都已經好了 所以 是可以好得很快的 快到你驚人的 例如你拔了牙齒之後 牙痛得很厲害 我就要一個療劑給你 是幾分鐘 你會立刻沒有太痛 但是如果遇到慢性病 當然需要時間觀察 當然遇到疑難雜性 很複雜的那些 或者人們吃了很多西藥 這真的不容易 所以病人一定要明白 因為他不明白 我也沒辦法 我只能解釋給他聽 你給點耐性 因為如果我醫治你不好 有一點好像很牙策 我相信都沒有什麼人可以治好你 但是當然我也需要時間 因為我試過 如果有些病人 來過幾次 然後當時還沒治好他的 那就沒有見他了 幾年之後回來 他當時幾年前的病人 是不會好的 是不會好了 所以我很明白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 真真正正能夠治療病的工具 不多 當然你身體自己會調理 但真真正正正 因為外來的藥 可以治療病 是一個真正會有效的工具 所以跟療法 你是要配得很好 每個療劑要很準確去配 又不是一個療劑 只是一個一系列的療劑 有時候要不同的療劑 不同的時間 是慢慢去調理的 我試過很多病人都跟我說 我真的救過很多家庭 如果不是療法治療症的小朋友 他的家庭就散了 這是我們醫療的經驗 所以 那些人會問多少錢 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 當然我們第一次的收費 是1,600元 因為我一個小時 我們是很公平的 我會用多少時間給你 還有我是寫下的 幾點到幾點去看的 不是一般那些 很多外面的律師樓 我領過很多的了 收到你很多錢 從來都沒有計算 何時看過什麼 我不是的 我何時幾日 幾分鐘是看你的檔案 我就收你的 我就計算 一分鐘一分鐘來幫你計算 但這個是很公平的 我記得很多人覺得 我費用幾貴 成千多元 你記住 我是拿千多元 一小時 起碼 不止的 是要全面了解你 你是真正有機會 治療你的 你那些人 當時用了很多很多錢 都未成功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想辦法去治療 所以這個不是 就是 我在美國讀大學的時候 有一個其中一個老師 他是一個西醫 因為他有三個兒子 都在那間學校讀書 那一間比較開放式的大學 我叫Gorda College 現在還在 是一間私立學校 我們當時叫做 Progressive Experimental School 就是一種開放式 前衛式的大學 我記得這個老師 他自己放棄了做醫生 去那裡教一下Biology 那他在講一個故事 他說 有一間工廠 停頓了 因為水喉出現故障 整間公司沒有辦法運作 沒有辦法 就叫了水喉獎師傅來看 那水喉獎師傅當然 跟著水管到處去檢查 那他就會 看看 敲一下 最後他就找到那個問題 於是他就拿鋁仔 敲在那裡 大力地敲開 敲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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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完成了 於是他就 去支付公司500元 那位老闆說 那個經理說 沒有理由 敲一敲500元 他說 不是不是 敲那裡 敲那裡 就收你50元 但是懂得哪處敲 就收你 收你 很多錢 很多人就不明白 你知道嗎 你看香港很悲 你看很多香港的中醫 藥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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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免費的 香港很多做治療醫療的人 都是不敢收診金 他到時就賣 賣他們的產品 賣貴一點 賣多一點 但其實最有價值的是 醫生的經驗 我有四科醫療的 我想全世界 我暫時未認識別人 如果大家知道 可以介紹給我 認識的 是暫時未有的 還有我有三十四年的經驗 這個是最值錢的 知道嗎 我能夠全面了解你 這個是最值錢 這是無價保 沒有這個知識 沒有這樣的時間 你好的機會是很少的 所以這個就是希望 大家聽過的節目 會更多明白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一會兒回來 繼續自然療法與你 同類療法療劑 是甚麼來的 有甚麼用的 同類療法療劑 已經有250年歷史了 是世界上第二大的醫療系統 英國皇室都還在用 所以又有人叫他做皇室醫療 嘩 聽說好像很厲害 在哪裡有得到的 在銅鑼灣的陸創意健康店就有了 陸創意健康店有超過千種 同類療劑可以讓你選配 他們有超過25年的 同類療劑相關經驗 可以說是全港品中最齊 服務最周到的 同類療劑銷售店 除了逐隻逐隻的配 他們還有療劑套裝 例如是家庭套裝 就適合放在家庫門口 又有旅行套裝 細小盒方便帶著到處走 那間陸創意健康店 在銅鑼灣是哪裡的 陸創意健康店的電話 我是28824848 網址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原醫生 我知道在達康自然健康中心 有很多癌症病人去找你幫忙 那你可以詳細解釋一下 究竟你如何處理他們的癌症呢? 是的 在我們近來 我們越來越多病人 是因為癌症來的 那 我們醫癌症呢 其實我有三個方向 第一呢 我就會用同類療法的療劑 在過去的經驗裡面 同類療法 是在醫癌症呢 是有很多的 有很多成功的案例的 那我現在用這個方法呢 是根據一個 一個 印度醫生 那他在印度的癌症經驗呢 就非常之多的 那他有一種特別的 用療劑的方法呢 是將他本來有50%成功的例子 去到70% 那所以在我們同類療法呢 我一定都會去 考慮用哪些療劑去處理他們的 那在我們用同類療法 在處理癌症呢 和一般是很不同的 譬如我們一般用療劑呢 都是視乎那個症狀 是 或者需要時吃 其實最準確應該是需要時吃 那即是可以每一個小時一次都可以 每15分鐘一次一次都可以 那但一般的慢性病呢 我都要求是一天三四次 那但是呢 這一個的 對醫療癌症呢 那我們用的和療劑的方法呢 是很不同的 我就會怎樣呢 兩個半鐘頭裡面吃十次 每15分鐘呢 就吃一茶匙 是的 那這個的做法呢 就和我們一般用的那個 和療法是很不同的 那這個是一個工具 那第二類的工具呢 就是很多營養補充劑 那個飲食的方面 那飲食我通常呢 就會用食物裡面呢 包括那個部位療法 相信很多人都聽過 就是用阿麻糬油 交那個麻糬芝士 那通常那個 那份量呢 就是一份阿麻糬油 兩份麻糬芝士 那通常呢 就是先將那個攪拌機 把它攪拌好 那跟著呢 就會加一些杞子 再加一些鬆子 加一些藍莓 那令到口感好些 那這個是一位德國的醫學教授 有一個生物學教授呢 Johan Buckwick 那他是在七年年代呢 是研究出來的 那根據他的經驗呢 他的癌症那個成功率呢 有成90%的 一般的病 那當然啦 有些人說呢 現在一般人用起來 用得效果沒那麼好 那原因就是呢 現在的那個 那個麻糬芝士的質素呢 是跟他當時是不同的 他當時他用的那些阿麻糬油呢 是即時磨出來的 還有他用的那些麻糬芝士呢 是在農場裏面即時做的 那可以這樣說呢 他的用料啊 他的治療工具呢 是很新鮮 是一個很有機的工具 那我們在我們的公司裏面呢 我都很幸運 因為我們的阿麻糬油呢 是很新鮮的 我們在同行公司呢 就說呢 我們有order 他才開始去炸油的 那所以我們公司那些阿麻糬油呢 是特別新鮮的 那還有當然啦 麻糬芝士呢 你盡量是 我們會要求去找一些有機的啦 如果沒有有機就用有機啦 如果有些是低支就用低支啦 那如果都找不到的 沒有所謂的 那這個是一種食療的方法啦 那還有就是 大家我們網上 我們很多聽眾都聽過呢 就是那個盧筍 那盧筍也是買的 香港很容易買到的 那不用買一些特別貴的 大粗的那些 那那個盧筍呢 就買了之後呢 就煮鎖之後呢 就拿攪拌機呢 就把它攪成糊狀啦 puree我們叫做 就是打造糊狀啦 那你就吃啦 那你就吃啦 就一天兩次 每次四茶間 四湯羹的那樣 是 吃多一點沒所害 那如果要打糊呢 就容易吸收啦 是 就是有些人就這樣吃吃吃 可能都就這樣炒了 煮熟了來吃呢 他們可能咀嚼都沒有那麼遠 就是沒有那麼好的 好了 那還有一個食物的工具呢 我通常都會用那個apricot kernel 是 就是大家聽過呢 就是維他命B17 可以啦 那你便可以了 那通常呢 要求病人吃它 一天吃它 二十粒 就是這一種食物的方法 那當然啦 我亦都有很多那些 那個營養補充劑呢 特別的營養補充劑呢 是很多很多很多的 比如燒泥啊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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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3D Beta Glycan 巴西蘑菇啊 梳打水 混那個 那個 那個 那我們其實有些特別的功能性的 的營養補充劑 那 比如那個 酵素啦 我們有一個很強的 有一個很強的 Pancreatic Enzyme 我們有一個 蘇聯的 Chenobo 研發出來的 一種特別的益菌 那 其實我們都有一成 都有好幾類的工具 那 那第三個呢 就是我們的生機飲食了 那大家聽過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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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rsen 那 早期就是Ann Wickmore 早期香港的人認識就是Ann Wickmore 那個小脈草汁 那 跟著呢 就是Gersen 那現在呢 我就要求病人呢 就是買Gersen那本中文書 是 或者買那個 那個 吳永智醫生 吳永智醫生 其實是Gersen那些 是 但是他就有 四本中文書寫得很好的 那我通常叫病人呢 就買過四本書 就買一個高速的快速的攪拌機 有3.5馬匹的攪拌機 那為什麼要這麼高馬匹的攪拌機呢 就是因為你要速度快 夠強力 那變成呢 就在一分鐘之內 已經將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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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這個是我醫癌症裏面 用這個方法 那除了這個 食療的方面 營養補充劑 和療劑 那我也會當然會用那個 那個 碗腸 碗腸 水療 咖啡灌 那我也有時候 養份療法 淋巴推動 那 那還有我們的太空小凌晶 配合那個 那個 那個 體質水療 那我還有一個能量機 這個 是 Dr.Royal Rife 那當時 Dr.Royal Rife 發明了這個 那個儀器 他當時的成功率 差不多是 一百分之一百的 那 那就是讓大家了解 其實工具很多 那還有呢 我都要求那些病人 盡量去 買些書籍去看一下 是 因為你要了解 這些全面要改觀你那個 過去的那個觀點 那你才有辦法呢 是積極去做一些新的事 去改變改善身體的 那所以在我們 E-cancer的過程 我們都是這樣的 那 那 我通常呢 都是 視乎它那個 那個 那個 嚴重性 急切性 那 那我都會一個禮拜 或者兩個禮拜 看實它們的 那還有呢 那我就會用一個 那個尿的 從尿裡面看一個 荷爾蒙呢 來作為一種 檢查到底 那個癌症 那個指標 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改變 是 那這個我們都是 基本上 我就用這些 那還有我們那個 那個 那個 心律 治療神經系統 那個測試 那 我們那個成績是不錯的 如果那個病人呢 是被 手一 一期兩期的那些 其實我們的成績 是非常之好的 那 但當然 我說 你要做的 你要很積極去做的 你家裡有人 要幫著你 看實你的 你的態度要改的 那你當然 才有好的成績 那 但很多時候 我也都有些病人 差不多做美期的了 就是已經做花療 做電療 已經做到沒得再做 那才找我們呢 那在那些情況呢 其實我們只能夠 希望呢 令到病人的 餘下來的時間 是過得舒服一點 是 就是不要那麼 那麼辛苦 那 我們有時候都會這樣做 那當然 也都有一些病人呢 都已經知道 是沒得搞的了 那我也都叫他們 就是不要搞那麼多事情了 就是總之 是回家休息 吃得多少 玩了多少 都是一種 一種處理方法 那我當然呢 也都有一些療症呢 是幫那些臨中的 那些癌症病人 讓他們覺得安長一點 那所以在癌症裡面呢 我們呢 近年來呢 是越來越多 以前我在早期 在加拿大 初初行醫呢 是沒有什麼 簡直沒有的 沒有什麼人會找我們去看癌症的 但是現在呢 我差不多是 至少 差不多 近乎一半的病人 都是這類的問題 那大家都知道啦 我是有四科醫療的背景啦 那所以我其實 我看一般的病呢 都是要很多方面去了解的 嗯 譬如有些病人來呢 譬如他是腰背痛來的時候 那我當然會用脊椅的手法 那個角度呢 去做檢查啦 身體檢查啦 脊椎側彎啦 那之類之類 那我就會用脊椎神經方法去處理他的 那有時候我用的 據Bowen Technique 這是一個澳洲有位 有位 澳洲人發明 他又不是醫生來的 但是他又發明了這個方法 叫做Bowen Technique 那這個呢 曾經是很多人去 去拜訪他 做一個治療的 那當然我們公司有很多很多方法 就是很多不同的儀器啊 不同的工具啊 那我都要視乎那個情況啦 那所以你說 就是我們第一 要全面了解那個病人 發生什麼事 那當然呢 有時候有些情況 我們是 就是如果那個病人是新病人 我完全不了解的呢 我都要用很多很多時間 起碼一個小時 去拿來的資料 不是一個小時那麼簡單 背後其實呢 在病人 就是我未見病人之前呢 我有空間的時間呢 我都會在電腦那裡收拾一下 又去看書啊 去了解研究一下的 那但是有些病人呢 譬如簡單單單 譬如我今天剛剛走 就是在錄音之前 有一位病人來 那其實我很多年前見過他的 因為現在都八十幾歲了 那她呢 她的女兒就陪她來 那其實她的檔案呢 我已經沒有了 因為太久了 十幾年前那些 我都已經沒有了 要不然三萬幾個檔案 我們很難保留得完的 那她原來呢 她就有小腸氣了 那她為什麼有小腸氣呢 那她還有呢 就是那個有胃液倒流 那你問真點呢 你整個過程呢 她就是有很多胃氣了 那她為什麼有很多胃氣呢 很明顯是消化不好 那你消化不好 那些食物呢 不完整消化 是發酵 那有氣 那氣就把胃液捕上來 那你會見到整個喉嚨 那些酸酸的那種感覺 那胃液倒流呢 其實背後呢 其實什麼呢 是消化的問題的 好了 因為她的消化差 那那些腸就多氣了 那便捱著腹腔那些肌肉 那些筋膜 那當然比較脆弱一點 那慢慢就形成那個小腸氣了 那你要了解一下 就是整個了解發生什麼事呢 當然她在醫院裡已經打算幫她開刀 那我覺得開刀的問題就是這樣 都是沒有醫療問題的根源 你的根源呢 就是你當然年紀大了 那個腸壁那個比較薄 薄弱了 那但是那個背後就是那個消化問題 那所以我在她的個案子呢 我就會用一些消化酵素啊 床位酵素啊 那一個健康的飲食方法 交給她的女兒 因為她80幾歲了 那我覺得呢 如果她女兒不是看實她幫著她 都挺難做到的 那當然我也都會配一個 同一個療化療劑 在左邊的我用Nux Omic 那就是看到呢 在她這個案子裡 我大概用了25分鐘左右 那所以不是說每個病人 都一定要用整個小時的 有些情況是很簡單很清晰的 那好像最近原來呢 很多人有那些感冒 今次感冒呢 喉嚨發炎都很厲害的 很痛很痛的 那邊桃線漲了 喉嚨都漲了 接著又有鼻豆炎 那其實有好幾位 最近的病人都是這樣的症狀 那當然這些不需要很久的 我通常都是15分鐘左右 了解了症狀呢 就配到藥感就很快了 那所以我們看病呢 就是要適合很多的因素 那有些我們要 當然我們對病人完全是很密身的 我們當然要花一個很詳細的時間 去全面了解她 發生什麼事 她一生發生什麼事 不是她現在當時的病 要由她出生到現在 她經歷過什麼問題 那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的醫療那個方向 就是這樣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一會兒回來繼續自然療法與你